大家好,今天要和小明分享的话题是 亚洲冠军六人不胜,积分被国主反超 伊拉克拯救泥铁,四日赛绝去逢生 今天和小明们一起来聊一聊国主 众所周知,目前国主已经结束了12场赛的六场比赛 仅仅取得一胜两瓶三负的惨弹战绩 目前获得了五个积分,排在小组的到手第二名 小组趋劲的形势岌岌可危 众所周知,只有获得小组积两名的球队 才可以直接晋级世界杯 那么小组第三名的球队还有机会打附加赛 那么现在国主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冲击小组第三等席位 从积分榜来分析的话 目前小组排在第三位的是澳大利亚队积11分 中国队目前积5分,还剩下四场比赛 如果说国主能够迎来强势大爆发 在后面四场比赛全部获胜的话 那么国主的积分将会来到17分 而澳大利亚只要后面四场比赛需要两场比赛 那么将很可能会被国主反超 在这种情况下国主只要能够拿到小组第三名的席位 那么本次势入赛将会绝去逢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另外一个小组的积分情况 另外一个小组其实爆出的冷门更大 如果说国主拿到另外一个小组的话 那么国主目前可以排到第四名 另外一个小组中排在第三名的阿林球 只拿到六个积分 排在第四名的黎巴嫩拿到五个积分 排在第五名的正式请亚洲冠军伊拉克 只拿到了四个积分 而且伊拉克在六场比赛中 没有获得任何一场的胜利 目前的战绩是零胜四平两副 即四分 那么如果对比来看 那么国主和伊拉克真是难兴难地 甚至国主的取经比伊拉克还要更加乐观一些 当然了伊拉克的整体实力放在那里 这支球队很有可能会后撑发力 毕竟作为请亚洲冠军球队 整体实力不容小触 如果说伊拉克能够反超黎巴嫩阿林球 来到第三位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和中国队打附加赛 当然了 请提侨金是中国队要能够锁进第三名的席位 这样才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小组的第三名 来进行附加赛的争夺 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了这一个局面的话 那么伊拉克很有可能会拯救尼铁 因为中国对阵伊拉克 凭借着规划球队的强大实力 再加上离铁现在已经逐渐开始改变重用规划球队 说不定了 国主能够战胜伊拉克 从而挺进世界兵 当然了 这只是我们作为球迷的一种猜想和假设 目前国主想要锁定小组第三名的席位也并非意思 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可能 毕竟国主目前依然存在着理论性上 竞争世界兵的可能性 只要有一性希望 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做球迷 我们始终支持国主 希望尼铁能够迷途知返 在后期迎来超级大爆发 带领国主创造奇迹 从而让众多球迷 二十年的等待没有白费 让国主能够软梦世界兵 这才是球迷们众望所归的结果 大家认为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